韓國瑜他的政治洞見 也是國民黨裡頭政治人物少有的 所以呢 你看他的肢體語言 他對政治的評論 然後他在回應的時候 你就很疼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就很愛聽嘛 那麼話說回來 所以呢 賴清德沒有錯 今天如果韓國瑜所主導的 他不管選不選總統啦 我就講嘛 國民黨每次都打經濟牌 國民黨有哪一次不打經濟牌 那如果說是韓國瑜選的話 那一定是經濟牌 市場牌 對不對 那賴清德選呢 他唯一的正當性跟小英比起來 就是說 我選比較有名 你小英選 就是哪裡那邊爬不起來 民進黨我們四個嘛 所以賴清德走的路線 就是他在幫謝龍介 對不起 不是謝龍介 幫郭國文輔選的時候說的 最後一口氣路線 就是說如果蔡英文選的話 可能民進黨連一口氣都沒了 但是我選最後一口氣還會在 台獨的命根子不會斷掉啦 台獨的命根子要來這邊最後一搏 所以賴清德走的是神主牌路線 這個韓國瑜是經濟市場牌路線 那賴清德跟其他人不一樣 你看很多民進黨的人也都跟進說 對我們也要來比賽賣香蕉 賣鳳梨 招商啊 賴清德不來這一套的 賴清德就直接我就是神主牌路線 我就是意識形態統獨大對決 所以這兩個 當然賴清德的出場 本身就戲劇張力十足 好看 這戲好看嘛 對不對 不然民進黨沒有戲啊 戲分越來越少越來越邊緣化 現在民進黨戲分一下多啦 雖然民進黨的政治人物現在一大頭兩大 到底蔡英文跟賴清德要怎麼辦 可是大部分人都是覺得好戲啊 民進黨那種的喫... 那種以前不怕輸不怕被割拔 這種的氣氛又出來了 我覺得賴清德參選 基本上我還是覺得啦 對民進黨是加分的